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好看 可全身长刺 这中年女人经历了社会 看透了很多是是非非 面对人和事情的时候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所以拿牡丹形容中年女人 一点都不为过 还有中年女人相比年轻女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 看待很多事情比较明朗 没有那么的复杂 对待周围的人也比较看得开 因此在聊中年女人的时候 别总是想着花钱 要知道中年女人经历了社会 看透了很多东西 钱这种东西 她在经历过自己的积累后 就看淡了许多 聊中年女人 给她这些东西比花钱有用多了 在特殊的节日里 给她浪漫的惊喜 不管是中年女人 还是年轻女人 内心都向往浪漫的爱情 只不过中年女人 相比年轻女人 她的内心更加的沉稳一些 一 在特殊的节日里 你给她准备一场浪漫的惊喜 她会很高兴 要知道 浪漫的惊喜 比你花钱有用得多 当然 你这个浪漫的惊喜 也不能预算得太多 当你预算得太多以后 女人反而觉得 你这个人不靠谱 特别是那些真心爱你 想和你好好生活的女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生活的根本 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一个女人爱你 想和你好好生活 她固然担心这个 所以她不会想着 让你铺张浪费 就为了一次惊喜 只不过 在给女人准备 这个浪漫的惊喜时 男人要仔细地想清楚 不要不准备 也不要花费得太多 聊中年女人 在特殊的节日里 给她准备浪漫的惊喜 比你花钱有用得多了 二 主动帮助她解决家里的矛盾 中年女人和年轻的女人 根本上来比较 最大的区别就是心性不同 所谓的心性不同 就指的是 中年女人已经经历了 一些生离死别 关于家人的看法 就比较多一些 因此 聊中年女人 就可以从她的家人 这个角度出发 只要你过了她家人这一关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 聊中年女人 男人用心一点 特别是她的家里 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要用点心处理这些事情 只要你做得到这些 即使你没有什么钱 她都会好好的 带你左右 只为了这份爱 还有就是 中年女人 相比年轻的女人 她自己在积蓄上 有自己的能力 不用男人付出的太多 而在感情上的依赖 就多一些 聊中年女人 需要男人花的心思 就更多一些 中年女人的心思敏感 社会阅历丰富 如果男人只想玩玩 就别去找 让自己自讨没趣 三 多点时间陪伴 让她感受你的爱 中年女人 和年轻的女人比起来 自己除了 丰富的社会阅历之外 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所以 她们在经济上的依赖 就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 中年女人 在到了自己 这个年龄的时候 她对金钱的追求 也没有年轻时 那边狂热 因此 她所追求的 更多的是男人的陪伴 可是 很多人 却不知道这个道理 觉得中年女人 这个时候 更需要钱 其实 丰富的物质生活 没有谁会拒绝 但是 有一点 男人要分清楚 一个女人 真心爱你 被你撩到手了 她对金钱的渴望 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还有一点 人到中年 自己有积蓄 还有赚钱的能力 你还真觉得 金钱对女人来说 有用吗 对于那些 有能力的中年女人来说 钱到这个时候 只是单纯的 锦上添花而已 所以 在撩中年女人的时候 多一点时间的陪伴 比你花钱 有用多了 别总觉得 钱就能打动 女人的心 这种事情 还得分人 总结 虽说 没有面包的爱情 是会变质的 可是爱情 终究不能只是 钱能说清楚的事情 特别是中年女人 在生活上 她们有自己的生活品质 对待很多事情 还有自己的见解 同时 中年女人 部分还是经历过婚姻的 相比于上次的婚姻破裂 这中间的心酸 只有她自己知道 想要捂热一个受伤的心 男人需要重新出发 让中年女人感受到这份爱 从而点燃她对爱情的烈火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拥有 和稳定这份爱 现在你知道吗 聊中年女人 给她爱情和浪漫 让她感受到一个 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你才能真正的 获得她的心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